之前的凯米颱风到现在已经过了两个月时间了 高雄岗山的慈激志工针对当时的重灾区 白米里还有刘错里再度进行了安心家访 这回发现到有不少行动不方便的长者 因此设法为他们找来环保辅具 希望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 其实二岁独居没有小孩 陌生的到访意外带来了抚慰 实际很有爱心的啦 换过人工关节嘛 它在使用上OK吧 这个还好啊 这个腿就是时常动 这是铺子后已经会走 不要 要是铺子要先铺啦 下班后的时间展开夜色下的关怀 听到外外需求并极有了回应 他就希望你能够移动很重的菜 你好 你好 你干吗变了 你还要上班啊 对 现在变上班 我刚刚刚有出去买菜耶 好 不好意思啊 谢谢 谢谢 还有这个啊 对 谢谢你 这个很贴心耶 这还有那个 安全带 我的安全带耶 想说这个需要掐去洗澡 需要再掐回来这样子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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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这个叫方便 谢谢 还有那时候遇到你们 仿佛从天而降 万万想不到一场邂逅 竟然解决了妈妈长期生活上的不便 谢谢你们 搞得好啊 谢谢 感恩 一台车装满爱的大礼 主意满愿 刘先生 刘先生 这边 这边 刀多行不行 四脚拐杖成了最佳帮手 独自住在老旧骨错 依靠老年金贴度过上次水患 感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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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感谢 给你一个紧急 吉时宜 真的吉时宜 吉时宜 这样我就可以先帮我同学的 借的钱 三千块 先帮他 这样子欠人家钱 心里很不好 可是你像这样子 你可以接到你九月份的补助款 可以吗 接得上了 对 谢谢了 太好了 这个 因为我跟我跳就很紧张 那你帮忙吃一点 好不好 好 那谢谢你哦 好 用行动浅起 一个个善缘 文言 软语 更敲开的 不居孤寂 已久的新门 来 新闻 真神明志工 王足寿 黄雄迪 朱立伟 蔡凌珠 高雄报导 家庭